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很喜歡吃生蠔 其實世界各地有很多地方都有出產生蠔 他們有什麼分別呢? 我這些初過什麼都放進口的 當然不知道 所以今天請到達人Sally 和我一起試生蠔 Hello 大家好 我叫Sally 不如我現在就試了 今天要試的三款法國生蠔 現在台面就有第一款要試的生蠔 但我一看上去就想問Sally 為什麼這麼多水呢? 其實這些就是海水 因為蠔本身的營養都是透過海水 那一定要連著吃才是? 精華 哦 我平時還倒了它 要喝起來 我以為是一些生水 乾杯 還有我看到有檸檬 其實吃生蠔除了配檸檬之外 還可以配什麼呢? 現在的日子會加上炭Pascal 但是我自己本人就不建議 最多最多加少許檸檬 調一調味 那你才可以試到蠔的原味 很開心 有生蠔吃的 哇 可以喝點海水 很鹹 我平時我真的沒吃過這麼鹹 我吃泡菲有吃過 我看那些開蠔的工程 經常都用水頭沖一下 其實這個做法是否正確 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你沖了 你已經是沖走了海水 你就只吃一個蠔的肉 最多最多建議用熟水 因為開完之後可能輕輕拿掃 掃走水殼 好 那我們喝口酒就試第二款 我一看上去就覺得它 比剛才大隻很多 還有帶子位都大粒很多 這隻比較肥美 還有法國豪有分尺寸 越小就代表它越大隻 那會不會越大隻就越好吃或越貴 不是根尺寸去定價錢 還有好吃的 主要都是看重量 有些人喜歡吃大隻 有些人未必喜歡吃大隻 所以都是看個人喜好 我選一隻比較大隻 還有看起來它真的比較脹 還有這個海水好像沒有剛才那麼澎湃 少一點 每一隻吸收的海水都會不一樣 其實是開的時候保留它 不要倒掉 盡量保留飯 因為有時候開的時候 師傅的手勢都有影響 我喜歡吃這個多一點 這個味道是 這個味道是否金屬味 這個帶一點點金屬味 還有你有沒有發現它沒有剛才那麼鹹 這個清得來就有些不是剛才的鹹味 還有這隻的帶子位會再爽一點 這個比較甜 後味道是比較甜 通常那些試應介紹就會問我 喜歡海水味、金屬味、奶油味 其實看生蠔就是靠這幾個形容詞 有時候我們會形容Crispy 很爽脆 通常爽脆都會形容法國很多 爽脆一點 他們的配夾 我們剛剛吃的這隻是不是爽脆 爽脆 還有裙邊 你剛才是不是很爽脆的 還有你有沒有留意魚韻 比剛才那隻會再重一點 還有它的味道會落到喉嚕 其實殼都可以看到它是什麼品種 這個殼是這樣的 你有沒有留意上面有一個 看到那個G列 這個是他們的出生證明 他們的品種證明 那G是stand for 什麼 Gelardo 只是有Gelardo在那裏出的蠔 這隻品種才可以印在蠔身上 好 現在就有最後一款蠔 我一看上去就覺得這個很有趣 圓菇碌的形狀 這個就會扇背形 我們會形容是Flat Oyster 而且它的顏色也有點不同 這個有點啡啡的顏色 我吃吧 吃吧 這個我覺得是金屬味超級的 它的肉也會屬於煙韻一點 是跟其他所有蠔是不一樣的 原來我喜歡這個味道 這隻叫Belong 我們今天試這個是三個O 它們是用養殖的年份去分 這隻會有入口但比較少 所以越多O是越矜貴的 沒錯 因為它始終養殖的年份要長一點 你的產量又少了 試了三種 其實我已經心中有數了 不如我們現在就落下一個環節 就是股價 最便宜的就是第一隻 接著就是第二隻 最貴當然就是剛才吃的蠔黃 好 那現在就揭曉答案 好 那我就猜對了 好 那我就猜對了 其實但我也想問一下 為什麼這個蠔黃 它貴在哪裡呢 要98元一隻 貴在呢 培養的時間長 最少都要三至六年 另外它叫蠔黃 它一定要在法國的Belong河養殖的 才可以叫做Belong 想問一下吃蠔會不會都有分時令 有的 坊間就每個人都說的 R月份 簡單說就是冬天 香港通常是十一 十二月份 它們的冬天 因為蠔會將營養化成糖分 然後過冬 那就最肥仔了 還有我經常聽人說 吃生蠔男人要吃多一點 因為能力會高一點 是真的 為什麼呢 蠔的含生量是自然界中最高 你知道第二膏是什麼嗎 不知道 蠔子 蠔子 讓你選擇 你會吃蠔還是蠔子 另外呢 女生也要吃多一點 為什麼要吃多一點呢 蛋白質豐富 有了我們養顏 而且脂肪含量比較低 我們吃多一點也不怕胖 最後也想問一下吃蠔有沒有配什麼食物或什麼飲品是最好的呢 建議配白酒或香檳那些 白酒我們會建議一點是乾一點 不要太滑 我們就不建議啤酒或紅酒 因為味道比較濃就會遮蓋蠔的味道 明白 其實說到尾 其實吃東西都是個人口味 就未必說越貴就越好 今天也好多謝Sally的分享 和陪我一起試好 相信大家看完這條片 下次吃法國生蠔都會選擇